射雕有一个大漏洞 有六部秘籍不亚于九阴真经 群雄却熟视无睹 提及九阴真经 很多喜欢射雕三部曲的武侠迷们 都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九阴真经乃皇上所创的一部神功秘籍 随后在射雕时代的江湖里 挖起了一阵又一阵兴风血雨 群雄为了一窥九阴真经里的奥义所在 不惜争先恐后甚至大打出手 九阴真经的横空出世 引发了第一次华山论剑 全真教的王重阳 凭借得天独厚的先天功利措 群雄得了九阴真经 然而王重阳得了金书之后 没多久就嫁和唏嘘 王重阳一死 各门各派蠢蠢欲动 再一次为了争夺金书 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若纵观亲拳击来看 以下六部秘籍并不亚于九阴真经 可群雄也是熟视无睹 第一部秘籍九阳真经 在金庸最早的设定之下 九阳真经可是和九阴真经同时诞生的 原文学道 当年达摩祖师守着九阴真经 九阳真经两部武学奇书 一阴一阳 两部书中的武功相辅相成 相生相克 不分高下 只是九阳真经中的功夫偏重氧气保密 九阴真经则偏重致胜克敌 既然是一家人 群雄没有理由去争强九阴真经 却对九阳真经熟视无睹 第二部秘籍 乾坤大挪依 乾坤大挪依是名教历代教主方能修炼的宝典 其挪依牵引之术非同小可 犹如斗转心意 但可别以为乾坤大挪依只出现在倚天时代 原来金庸是以历史中的石菜师魔教作为原型 继而衍生了武侠世界里的名教 而石菜师魔教早在唐朝就传入中途 也就是说 乾坤大挪依客观存在于射雕时代 既然如此 群雄为何不抱团取暖攻打 名教夺取宝典秘籍 第三部秘籍 小吴相公 看到这里 有的人会说了 小吴相公是天龙时代的武功秘籍 怎么能和射雕英雄传相提并论 如果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 金庸在晚年发行了新修版系列 在他的改动之下 新修版的天龙八部和新修版的射雕英雄传前呼后应 融会贯通 是可以连在一起翻阅的 在天龙八部的末尾 大彻大悟的揪魔智将小吴相公交到了王宇燕的手中 而王宇燕最后抛弃了段宇 从头表哥慕容赋的怀抱 这样看来 小吴相公势必藏匿于燕子物理 然而群雄同样对小吴相公熟视无睹 第四部秘籍 独孤九剑 杨过曾跟着雕凶走进独孤求败的剑中 一阵翻箱倒柜之后 杨过只得到了一柄全铁重剑 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剑谱秘籍 可过了数百年之后 华山派的剑宗高手风青阳 却练成了全套独孤九剑 从风青阳对独孤九剑的了解度来看 他的身上必定有一本独孤九剑的剑谱 既然如此 射雕时代的武林高手 为何没有基于独孤九剑呢 第五部秘籍 葵花宝典 根据方正大师的说法 葵花宝典乃前朝太监所创 在江湖里流传了三百多年 加上前朝太监活了近百年 葵花宝典不就是诞生于 孝傲时代的四百多年前了 孝傲江湖虽然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 但武侠迷们通过推断 发现孝傲时代属于明朝中期 以明朝中期往前推四百多年 正是后天龙时代 这样一算 问题就接踵而来了 的确 孝傲时代的群雄可以为了争夺 阉割版的葵花宝典不择手段 为何在射雕时代 德门各派却对葵花宝典视而不见呢 第六部秘籍 一金经 天下武功出少林 江湖豪杰想必都听闻过 少林寺的一金经 有意思的是 射雕时代和神雕时代的少林寺 都是默默无闻 根据以天图龙记的原文 设定是因为火攻投投事件 这才导致了少林寺的没落 少林寺元气大伤之时 群雄为何不亦哄而上 去少林寺抢夺一金经 提升自己的武功修为 继而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 大显神通 综上以上六部秘籍 都客观存在于射雕时代 其今妙奥逸都不亚于九阴真经 但出于剧情需要 各门各派的豪杰 都对这六部秘籍 我不关心 算得上是射雕英雄传里的 一个大漏洞了 这次华山论剑中